您还记得林志坚两个星期前的论文门风波吗 外界原本预估这个对于林志坚的伤害非常的大 但其实不然 我们首先来看到就是民进党内部的一份民调 针对于桃园市民所进行调查 它的误差值是在3.1% 首先来看到在支持度方面 林志坚来到了37.3% 这个数字是维持一个月前的支持度 反观因为确诊所以短暂没有跑行程的国民党候选人张善政 他的支持度是掉了5个百分点 另外看到在知名度方面 林志坚是领先了张善政11个百分点 而民众党所派出的赖乡林只有41%的知名度 而在欣赏度的部分 因为林志坚他有施奶杀手的称号 所以可以看到他拿下了48.3% 领居第一名 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了 我们来看到论文们的争议 有将近32%的人认为是选举抹黑 但是有31%的人认为 林志坚确实是有抄袭的 虽然有最后的36%是没有意见或是没有表态 但是这让绿营的基层非常忧心了 觉得论文案对于台北市的选情 最担心是有影响 忧心是会有外溢效应的 但是这论文们的风波恐怕还没有来到最高点 因为9月份不管是台大或是中华大学 他们的论文调查小组 就会公布相关的调查报告 到时候蓝绿之间的攻防恐怕会更加强烈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